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点是日本式的 那么其他呢 就是说年轻人喜欢的用沙沙酱来给它调味 或者是用这个酱料 就是烤肉酱来给它吐在上面 也都有不同的这个风味了 那么等一下呢 完蛋之后呢 请你看我怎么样来做这个烤的这个鸡肉串 好 首先呢要把这个酱料煮好 这个酱料呢就是姜油五汤匙 还有呢就是酒 然后呢还要加这个糖 这几样东西呢给它用小火 给它凹成一个汁 那么烤肉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汁拿来往上刷 往上涂 涂在这个鸡肉上 好 现在呢我就在这边煮 那么另外呢就关于这个鸡肉 鸡肉半斤 这个鸡肉半斤呢可以做十串 这个鸡肉呢你喜欢用这个鸡腿的部分也可以 或者这里是鸡胸的部分 鸡胸肉 那么都可以的 切的大小呢是一寸四方块 一寸四方 那么切的时候呢是从这个皮的这个部分呢 来下刀切比较好 现在这样子把它切成一寸宽 然后呢再切成这个一寸长 它就变成这个一寸的四方块了 那么这个切好的这个鸡肉呢 要用这个盐跟酒 把它抓一抓搓一搓 好 放在碗里头啊 那么鸡腿呢也是一样 鸡腿呢因为有筋 要把筋多断了以后 要把筋呢给它剁一剁 甚至于这个皮油多的地方呢都拿掉 这个油呢一烤就会化 所以这个油呢都不要 然后呢再来切 那么你用这个鸡腿或者是用鸡胸 这个都是个人的这个爱好 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用哪一种都可以 切的大小要均匀 这个因为影响到这个烤的这个时间 所以切的大小要必须一样的大 这样子熟了就全部每一块都熟了 不能有大有小会变成这个假生啊 好了 那么这个里面呢现在就放是盐 和这个酒 好好的把它抓一抓搓一搓 好 这样子多揉啊 让它这个味道能够进去 然后呢这个就马上就可以用这个竹签呢 来穿了啊 穿起来 那么穿的时候呢 它这个中间加呢要加这个葱段 这个葱段呢切差不多一寸长的这种段 要用这个葱白的部分啊 葱白的地方 也不能够太细啊 不能太细 好 还有呢 让它这个顶头啊 让它这个不要滑掉 我们就用这个新鲜的这个香菇 以前呢都是用这个阳菇啊 现在呢这个新鲜的香菇很多 我们就用这个新鲜的香菇呢当这个头了 好 那么这边这个汁呢 用小火 用很小很小的火来熬煮 熬到它这个黏黏的就好了 那么这个呢 让它凉 凉了以后呢 要用的时候呢 要用刷子来凸在上头的 好 我这个东西呢 就给它先放在这里冷一冷好了 那么现在这个串的时候 要到这个市场里头去买这种猪签 这种猪签呢 有短的 有长的 看你喜欢多样呢 你就用这个长的 首先呢 先给它这个串上一个葱 葱完了以后呢 就是鸡肉 一片鸡肉 这个鸡肉呢 有的时候呢 它是横着穿 这样子横着穿个边 让它这个成为一个球 也就是圆的这种状 这种带皮的 再一串 再一块肉 就是这样子把它全部都给它穿好 穿好了 每一条上面是五块 五块这个鸡肉 那么如果你买的签是短的 那么每一串上头呢 就有三块鸡肉就够了 如果是小孩子吃 吃不了那么多 你就给它这个穿的少一点 这个没有一定的 穿的时候呢 一定要穿住啊 就是插的时候 如果没有插住的话 它会掉下来 烤的时候呢 就会掉下来 好了 那这样子穿好了这个五块 那么就把那个头上的那个新鲜的香菇呢 就给它插上去 这个有空的时候就全部给它做好 那么烤呢 一定要先烤 先吃 换句话说 烤好了 不能让它冷了 要吃热的才好吃 好 这个是新鲜的香菇 就这样子 不能太挤 太挤 那个缝儿有的时候就烤不上了 那么都给它这样子做好了 做好了以后呢 就放到这个烤箱里去烤 在烤到差不多半熟的时候 你就要给它拿出来 秃这个汁 秃上这个汁 然后呢 再放到烤箱里头去 再去烤 那我这里呢 现在有烤了几串 那么现在呢 又要秃了 已经秃过一次了 现在再来涂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汁 我刚才说这个是有一点日本式 日本式的这个鸡肉本身呢 不给它用酱油啊什么有颜色的来腌 而就是在这个烤的时候 它会刷这个汁上去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那个用盐巴抓一抓 那个盐巴呢 很少 不要太多 好 这样子就把颜色 每一块上都涂上这个汁 那么就再烤 很容易熟啊 这个用平常的这种中度的火 三百度 三百五十度 烤差不多七八分钟 这个整个的就会熟 所以那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出来刷一次 两三分钟刷一次就好了 那么给它烤好了的时候呢 你就趁热拿起来 给它放在盘子里头呢 就上桌 这个趁热吃这个肉才嫩 如果是冷掉了以后呢 这个鸡肉就会缩紧 就会变老 你也可以准备一点这个 柠檬 柠檬在旁边 有人喜欢呢 加一点柠檬汁 比较开胃 比较有香气 这是第一道给你介绍的这个 给你做的这个香烤的这个鸡肉串 那么广告之后呢 再给你做第二道 第二道呢 是一个鸡腿 扣出来的鸡腿饭 也是很好吃 好 下面呢 给你介绍的是那个鸡排来扣的饭 我们这个茶楼里头 有这个广东式的荷叶鸡饭 那么这个鸡饭本身的这个料呢 跟那个一样 或者是跟台湾做的那个油饭 很像是 甚至于跟台湾的八宝粽子 一样就好了 那么然后呢 这个鸡腿 我们不是另外给它敷在上头 而是一块拿来蒸的 鸡腿本身呢 你要给它去了骨头 为了吃起来方便 那么就给它这个两根大骨头 给它去掉 这个大腿骨和小腿骨的骨头都不要 然后它本身呢 要为了让它有香味 所以呢我们就要给它煎过 要煎过 那么在煎之前呢 要给它腌一下 好 那么今天呢 我想虽然是 写的讲义上面写的是做两支 但是呢我想做一支给大家看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很容易 很明白 好 那么这个鸡骨头的这个骨头 这样子给它提出来 然后呢 就把这个鸡腿呢 给它稍微有筋的地方敲一敲 割开来 好 那么就来腌 这个腌这个鸡腿用的这个调味料 有酱油 酒 糖 酱油 酱油 这里呢是酒 这里是少许的胡椒粉 还有这个糖 本来是应该把这些调味料先准备好 然后呢把这个鸡腿呢放下去腌 那么腌的时候呢 主要是腌这个鸡的这个皮的这个部分 让它有颜色 那么你想做几个人份 一支鸡腿呢 要做的是一个大一点的碗 我们通常吃面的这种面碗 假如说给小孩子们做 做这种小份的 看孩子的大小 五六岁的话 吃一小碗就够了 那么鸡腿呢 半支其实呢也就够了 用不着一个整支的这个大鸡腿了 好 那么腌过了之后呢 就在给它这个 在锅子里头给它煎黄 油不要太多啊 油不要太多 给它煎黄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饭里面的料 我们这个料里头呢 包括了有 就是我刚才说的 像本省的这个八宝粽 喝的是油饭 那么必须要有一点香菇啊 有一点这个虾米啊 比较有味道 那么另外呢 为了有香气 所以要放这个红葱头 好 现在这个锅子热了 我们把这个鸡腿呢 来给它煎一下 好 这个红葱头呢 要给它切一下 那么做一份的话 切好了的差不多有这样的 一汤匙不到 半汤匙的这个红葱头就够了 切得碎碎的 那么你买不到红葱头 你用葱花来给它炒 也是可以啊 好 就是这样子 要给它煎得焦一点 焦一点比较有香味道 如果你做得多 你不是煎你也可以用油炸 用油炸那也比较快 这个肉的这一面 根本不必要煎过 而且也不必要这个 也不必要熟啊 生的没有关系 好了 那现在这块已经好了 我们就给它拿起来 就这样子焦焦的 我想可能你会看得很清楚 就是很多的这个焦焦的这个锅巴在上头 现在呢就要把它这个切成块了 然后铺在碗底下 这个切五块 所以切四刀 然后呢这个碗 给它铺在里面 你可以给它堆过来 铺在碗底的中间 好 然后呢就把这个做好的 这个把饱饭放进去 这个鸡排扣饭 这里呢香菇要切碎 虾米呢如果你买的是很小的 就不必要切 好 锅子热了呢就用这个油 先把这个刚才切的这个红葱 给它炸一下 这个油不要太多 然后用小火 把这个红葱呢给它炸黄 炸酥 给它炸到香香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还可以放一点莲子 如果有的话 好 这个炒这个红葱头的时候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很小很小的火 慢慢的这样子炒 它才不会焦掉 因为焦了呢就会有苦味 很多这个奔省的一些菜 或者是汤啊都是用这个红葱头呢 来给它起锅的 那么在炒的这个过程里头 因为这个红葱头有甜味 有糖分 所以呢很容易焦掉 炒的它没有焦 而能够酥酥的 黄黄的 它才会发 发出来它这个特有的一股香气了 所以我们这个炒的时候呢 要稍微注意一点 当然你也可以用炒菜锅 打批做的时候啊 今天呢我为了大家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才在这里用这个平底锅子来做 炒的黄黄的香了以后 把香菇下锅 看这个料的多少 油不够呢 还可以给它补一点下去 补一点油 也不能太油腻 但是呢油太少太干 也炒不均匀啊 好 等到这个红葱头呢 已经炒得黄黄的酥酥的了 就把这个香菇下锅 香菇呢不一定切小丁 虽然今天我切的是小丁 你也可以切丝 切丝切小丁都没有关系 那么把它再炒一下 这个香菇的香味出来了 现在呢就放虾米 那么今天这个虾米呢有一点大 我就把它切切碎 如果小粒的小小尾的这个 就不必要这个切了 这个多少也没有一定 也没有一定 好 然后呢我们这个里面呢 就要这个放这个酱油 还要放一点这个胡椒粉 放一点糖 不要太多 一点点盐 这个是酱油不够 所以再加一点 好 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个料 倒在这个饭里面呢 好好的把它拌匀 看你想做多少这个饭 这是糯米饭 关于这个糯米饭的这个煮法 我以前也讲过 因为糯米饭呢 它不会像普通一般的米 那么吃水 所以这个放这个糯米饭 煮糯米饭的时候呢 水要比普通的这个要减少 为了拌起的方便 我想用一个大一点的盆 然后就用这个铲子 或者是用这个大的汤勺 如果是不是很烫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用手来拌 因为糯米饭冷了以后 它比较粘 所以用筷子来剥是剥不上的 那么这样子给它 拌得很均匀了就好了 当然了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糯米饭做好了 糯米饭还是热的 那么那个时候热的时候呢 用筷子拌 或者是来调呢都很容易 那么除了这几样东西以外 如果你有这个链子 干的泡一泡 或者是这个笋丁 也可以放一点进去 那么料呢是越多越好吃 当然主要呢是靠那块鸡排 现在很多这个便当呢什么的 都是把鸡排练骨头炸一炸 然后呢放在饭上面 或者是放在面上面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样子去了骨头 然后呢就把这个饭 跟这个鸡排一起来蒸 这里是几个链子 这个链子呢是已经泡过 然后呢烫过水了 已经是所熟的了 那么加一点在里头 台湾的这个链子的季节很长 市场里头呢 常常买得到这种新鲜的链子 那就更好 好那现在呢就把这个 放到这个鸡排的上面 这是一个大一点的碗 通常呢四五个人家里头请客 那么最后来这么一碗就可以了 五六个人也都可以吃 因为它是当做一个主食 那么如果你做一次多做鸡碗 或者大大小小不同的碗 孩子们吃小碗 大人们吃大碗的 这样子给它就很好 那么这个上面呢 用一个铝箔子给它盖着 或者是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封住 比较理想 但是有一个情况 好比说你的这个饭做得太硬了 吃起来太干 你就不要盖 不要盖呢 在你这个蒸的过程呢 水蒸气下去 它就会变软一些 那么就是刚好 你所要求的硬度了 如果是本身已经太烂了 那你就必须要 好好地把它盖起来 一点水分都不要进去 那么这个东西呢 不但是要把这个蒸 把这个鸡排蒸熟 而希望把鸡排的蒸熟了以后的 鸡肉的香味都能够透到这个饭里面去 就像我们平常做这个甜的八宝饭一样的道理 蒸的久一点比较好吃 同时呢 香菇的香味啦 或者是虾米的宣味啦 都能够在这个饭里头 能够这个散发出来 它的这个特色 宣度啦 或者是香气 所以蒸的时间呢 不能够太短 甚至今天蒸了没有吃完 明天再回蒸都没有关系的 那么还是一样 要这个记得随开了 再放进去蒸 这样子鸡肉才会紧紧地 使这个鸡肉的这个弹性很好 那么我这里呢 有记完蒸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蒸的时间 当然刚才没有说 就是看大小 那么蒸的时间过头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呢 你给它放进去蒸20分钟 蒸半个钟头 甚至蒸的再久一点 都没有关系的 只是做这个糯米饭的时候 记得不要做得太烂 做得太烂就比较不好吃 那么这个糯米饭 我刚才说了 要比普通我们煮饭的时候的水 要减少三分之一 一般的这个 我们用米来煮饭的话 一杯的米 一杯的水 五杯的米 五杯的水 而这个糯米的 一杯的米 你只能用三分之二杯的水 要减少三分之一 这样子做出来的饭 是刚刚好 那么做这种的饭呢 还要希望它稍微硬一点 那么连三分之二都用不到 都用不到 用五分之三杯的水 来做出来的刚刚好 那么按照老式的呢 这种糯米饭 都是靠蒸 把米泡了以后 蒸笼里头 放一块布 把这个米呢 就给它沥干了 倒进去 用蒸的方法 蒸了一半 给它翻个面 这样子蒸的糯米饭 也比较Q 也很好吃 不过呢 就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现在呢 一般呢 都是用电锅来做 糯米饭了 那么我的那个碟子 来这个扣这个 上桌的时候 就是给它这个 那么你记得 因为蒸的时间久了 这个糯米饭呢 都贴住在这个碗边上 所以呢 我们就要先用个小刀子 或者用什么呢 把它刮一下 然后呢 再给它扣出来 扣出来 这个不是 一定要扣出来 因为扣出来 才能够看得到 那个鸡排在上面 这个就是吃干的 并不要再加什么汁 或者是什么sauce之类的了 就这样子就好 那么小的呢 就扣在小的碟子里面 那像这个 我是利用家里的 这个做布丁的 这个模型 来做的 我想小孩子 也比较喜欢这种 有波浪 波浪 这个形状的 这个花纹的 那么这个其实 也用哪一种的来扣 并没有一定 都无所谓的 好 那么这个里面呢 所用的呢 只是半个鸡腿 也就是一只鸡腿 切成一半 用这个半个鸡腿呢 来做的 所以这上面呢 只有半个鸡腿 对于好多 天使不爱吃 吃这个饭的孩子呢 你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 我想一定比较会受欢迎 好了 这个是饭碗 饭碗做出来的呢 比较小 这是对于这个 更小的孩子啊 用这个更小的来 是那么一碗饭 再给它配上一些 其他的青菜啦 或者是这个水果啦 再加上汤 我说这是营养 就很够了 而且这样子换一换 这个虽然是一样的 是吃鸡肉 鸡肉的蛋白质很多 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 在肉里头呢 变化就是说 做法非常的多 你连这几个礼拜 已经大概有八两个月 里头我都给你介绍的 鸡的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吃法 我不晓得你是否 喜欢我所示范的 一些这个用鸡做的 到这里为止 下个礼拜呢 要给你换一个主题了 不再做鸡肉了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